面对主持人的提问,刘先生陷入了沉默,显然他自己也没想明白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慰妻子,无论是妻子身体上的痛还是内心的痛,他都很难感同身受。 但其实,刘先生也痛,他痛这次试管的失败,他痛花的那些钱,他痛自己负债的钱包。 一番悲痛之后,刘先生做了个决定,既然钱已经花了,那必须有个结果,他要再做一次试管。 可是这次,当他提出用经济大权作为交换条件时,雷女士却退缩了。 今年上班人,他就跟我说,第二次试管,我就很大的情形,我第一次的伤还没走出来,而且也不知道你什么态度,反正那时候是逼迫我,我就完全离家出走。 出走了两个月,去上班。 然后我本来就是,那时候还有病吗,还要复查,我不得不去工作,我不面对你们,我可能那里很开心,在工作的时候。 就是逃离的意思。 对,很开心,我在外面过得很开心,真的。 然后挣的钱,继续看病。 出去了几个月? 两个月。 做这次试管,大部分的钱也是我发的。 我说,你那里的医生打电话来了,叫你去调身体。 他说,不去。 调身体是为了再做下一次是吗? 对,我说你不去的话,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? 你是希望有一个结果的是吗? 对,花了这么多钱就得尝试一下嘛。 万一不行的话就抱养一个嘛。 那刘先生,他都之前都已经吃过那么多苦了啊,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会拒绝你,你想明白吗? 又是谈条件,经济,大钱。 又一次提出来了? 对,又一次,我拒绝了。 还是有之前的那些担心,对吧? 对,之前那些担心,我害怕,心里有阴影。 你怎么看待他的离家出走? 我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。 离家出走那一次是10月1号,我们一大家只能还吃过饭。 10月2号,白天,我去档口,就剩两个小孩在那里,一个我女儿,还有一个我外甥女。 然后她就跟我女儿说,妈妈出去有事,叫奶奶回来。 然后我女儿就等我妈去,然后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 你确定她走了以后? 你确定她走了以后? 我找不到人,我打电话也不接,拉开我电话。 全家人的电话都拉开。 在她离家的,她说两个月的时间里,你会想些什么呢? 叫她回来不要去工作,好好疗养身体。 带孩子生孩子。 还没有谈到带孩子生孩子。 当你已经决定我还必须得再有一个孩子的时候, 这件事情的完成,跟她所说的所谓的掌管经济大权是挂钩的吗? 一塌来是挂钩的。 完成了就有。 这就是一笔买卖。 对她来说,做所有的事都是买卖。 你不认为这应该是通过买卖的形式来实现,对吗? 我不因为通过买卖形式。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,先把经济大权交给她,生不生后面再看,可以吗? 这个现在不行了。 现在没有感情了。 她先做买卖,我也做,我也学会了。 为什么我之前一直不生? 也就是因为夫妻感觉不好。 我也不想伤害后面,我要对孩子负责。 进来要了,生了,就对这个孩子负责了。 你看现在刘先生,他的想法是,是你最早把生孩子和掌握经济连起来的。 因为我在家里,我说了没有安全感。 因为我不想什么都伸手问你,点点滴滴都问你呀。 你们两个有没有可能实现他所说的,他不做全职妈妈,他出去工作,先赚到经济,然后再来过好生活。 他出去工作我完全不能接受。 他赚到钱也不会给我。 他出去工作,他这一年来,房贷,车贷,他连过问都不过问。 只能留在家里带孩子。 他看孩子是必要的。 他觉得我生孩子,带孩子,必须要完成女人该做的事情。 但是我说我已经生了一个。 那咱俩关系好的话,生活好,我可以考虑。 但是咱俩的关系都这样了。 说他一定是没有人也会。 我自己写过去。 іт 说不,是咱俩无奔的。 这咱俩的关系都好找的。 我还不得两个小很多动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